在这里要特别注意 妈妈的情绪是放松的吗 还是有的攻击行为的这些 都要特别要小心这款 念全是第一的 要保证大小猫的念全 要保证有证的念全 不然 2020年3月10日中午 我接到来自韩国的爱宝乐园的消息 离居韩国的大小猫华丽 出现了发现迹象 因为没有羽毛发育的经历 韩国方面很紧张 希望马上得到我们专家中的支持 你知不知道 换大小猫的变化 1年2、3日之后 因为韩国在韩国 有没有经验的变化 我们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 发生的变化 发青难 配种受人 与优称化难 是公认的大小猫 繁育领域的三大难题 但当时正是世界疫情 非常严重的时候 我们的专家无法第一时间 到县长开展工作 对中韩双方来说 这都是一次挑战 我们要共同收复的 不仅仅是大小猫 还有中韩两会 文化交流的成果 我们出去晒太阳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小猫中心 已经跟十多个贵家和地区 开展了大小猫繁衣科研合作 像往年 大小猫进入繁殖机器的时候 小猫中心 就会派专家到各个贵家 去开展大小猫的繁殖工作 但是因为疫情 这次我们无法理计 前往韩国 这也是小猫中心 成立40年来 第一次 我们的专家无法清理现场 指导大小猫的发情配置工作 2014年 大小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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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过网上建立了大小猫繁殖的 云指导的交流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来 对大小猫开展技术指导 我在这个抗户 Sale 掌描图的东西 最重要的 并不在三个人 援援肠员 館的肉 用這些 尺导的 永远 中国的大小猫 、有大小猫 通过 托述了 去 也就是生物状态 由于大家对大小猫的喜爱 他们称呼我们那个小猫宝宝的饰养员 叫奶爸奶妈 其实这些奶爸奶妈的工作 不只是对大小猫的围养和照顾 而最为关键的是 他们对大小猫的未知生命密码的 长期的观察、记录和研究 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记录了 这些大小猫的这些核心数据 其实就是我们收复和保护大小猫 并为物种的底气 通过双方共同的努力 在韩国的大小猫华丽 在3月份成功地实现了自然繁育 6月份出现了领产的行为和征兆 大小猫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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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牵挡着我从看上方太多人的行为 有一时间 情报中心排除了我们的青年专家 武开前往韩国进行这个技术指导 当时韩国也是处在新冠疫情的这个时期 所以我去韩国之后 每天只能在宾馆工作 麦保乐园有一个工作人员 通过他送过来的资料了解了 华丽在产前出现了一些临产行为 韩国动员里面熊猫了解了一些情况 跟我们报告一下 我们也推断一下这个大致的一个遗产期 目前的话只有见识的行为 当时我发现了很多关系 但我认为是很年轻人 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挑战 现在外因的变化呢 现在外因她的变化 第一次生产 第一次怀孕 第一次要当妈妈 她没有经验 不只存在这个情形 就不很问题 她拿着重病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不在她身边 非常担心她 我怕她没办法照顾好自己 也没办法照顾好她的宝宝 这一个女生 她和某个是不得的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 这位女生 他有问题 她们有没有 她们的想法 她们在这一点 她们都会想向她 她们在《马马尊亚》 她们在《马尔律》 她们的胸口 她们就会返回来 她们的胸口 她们在《马尔律》 她们在《马尔律》 《马尔律》 她们在《马尔律》 她们在《马尔律》 为了排解她的这种烦躁情绪 提供了一些纸箱 供她进行撕咬 晚上8点20的时候 华妮出现了破洋水的行为 随着乳泽频率的增加 华妮的产载时间就很近了 本来大熊猫它生产的过程就比较长 而它又是一只初产猫 它所经历的那种痛苦也要更长一些 对它的体力消耗来说要更大一些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 没办法人为的进去帮它 是心里知道它很疼的 因为它喘气 喘的是很急促的那种呼吸 你看着它的那个肚子的起伏的弧度 你就知道 它也很想快点生出来 但是它没办法 如果遇到这种大数学员或者难成的情况 我确实是很焦虑 当然也想过很多 查询过中国人的资料 遇到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些 心里面默默地给它打气 给它加油 鼓励它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一个事情了 我现在看到它是一件事了 稍微的防止 一件事 这一件事 都是它 晚上9点39分的时候 幼崽出生了 当时华妮十分紧张 大小猫幼崽出生的时候 体重大约只有妈妈体重的千分之一 眼睛 耳朵 免疫系统都还没有发育完全 相较于我们认为的胎儿来说 施主是一个早餐儿 这时候的幼崽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妈妈的呼吁 就会因为失纹 脱税等问题而失望 特别是没有生育经典的出产妈妈 有其的危险 华妮她通过不断的雕饰 都不能把幼崽雕起来 就发出了一些吼叫声 就表示母亲有点不耐烦了 有可能她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伤害这个幼崽 当时情况比较紧静 因为我们必须得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 然后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几十时间觉得应该要通过人工的干预 来保证这个幼崽的成果 所以我们让乌康来几十时间把幼崽砌出来 让出产的妈妈的清晰得到关键 大小猫起载的事情的判断 这些动作是我们几十年对大小猫参载的观察 说得来的一个配心结束 婴儿的话 它的头部力量很小 我们选择的手势是一个这种固定型的 拇指和中指放在幼崽的叶下 食指的话放到幼崽的颈部 这样就可以保持它的骨骼不容易被弄受伤 在取出幼崽之后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临时准备的转运箱里面 预先放好了暖水袋 还有一些毛巾为幼崽提供一个温暖舒适的环境 在观察到华妮在少了幼崽的叫声刺激之后 她也逐渐地安静下来 于是决定将幼崽还给华妮 尝试让她再试着戴一下 还好了 我都替她送了口气 看到这个崽子出来的那一瞬间 真的是又高兴又心疼 基本上从她离开她妈妈以后 我就一直看她一点一点 开始她又要当妈妈了 她又要生宝宝那种 这个心里那种感觉就是 自己的孩子一点一点长大 真的是那种很欣慰的感觉 她们真的很爱大熊猫 所以我会感到幸福的感觉 所以我只要感到幸福的感觉 所以我感到幸福的感觉 所以我感到幸福的感觉 我感到幸福的感觉 很多人都交给了很多人的感觉 基本上在困难的状态 预养,预养,预养 几十年来 我们和世界各国的动物保护专家一起 共同为大小猫这一动物保护领域 最成功的项目之一而奋斗 培养出了精密深厚的优异 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 为后代保护大小猫 我们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大小猫 保护整个气息地 实际上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人类来生存和永续发展的地球 我们的经济 保护生物图 最终是保护的一项 我们的旧心 保护等待自身 保护生物图 不得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